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去到中國大陸這邊 即是在內地消費的一些電子支付的話題 話說最近國內的支付寶就給了一個很方便的途徑 包括我們香港的人士 以至到海外的一些遊客以後都能夠透過國際信用卡 可以直接登記到支付寶裡面的綁定銀行卡的部分 以往其實你就需要一個國內的銀行戶口 又或者像我之前示範過的影片一樣 是需要有些朋友幫你 甚至乎是用自己香港支付寶的錢轉進去內地那裡 但是如果往後是用到這個國際信用卡 就像Visa Master這些呢 往後就方便很多了 而且綁定的步驟是非常之簡單的 以前如果你要綁定這些國際的信用卡 它可能最後會告訴你是不支援的 但是今時今日呢 內地的支付寶也都已經和國際接軌了 以後旅客要消費就沒那麼麻煩了 可以直接綁定到內地支付寶那裡 基本九成九的商戶都可以使用這個內地支付寶去直接消費 過往呢坦白說 我有些影片逐張截圖截下來也好 有部分的觀眾呢 可能他本身對手機的使用都未必一定很熟悉 所以都會覺得有點煩 試過之後呢好像有些位卡住了不太明白的 那我也理解的 因為就算我的截圖多清晰都好 都未必可以一定呢 令到全部的觀眾是可以跟著的步驟 就可以完成整個操作的 但是今次真的是幾個步驟而已 我相信呢 就算你對手機的使用 或者這些支付寶的登記等等 是一個小白級的人士 小白呢就是什麼都不懂那種 我都相信有信心呢 你是可以跟著我的步驟呢 就能夠成功用這個國際信用卡 即是Visa Master可以登記到內地支付寶綁定的啦 接下來呢就進入我們的教學部分啦 第一步進去支付寶裡面之後呢 在右下角那裡選我的 進去之後中間呢有一個選項呢 就是銀行卡的 然後呢你就可以在右上方那裡的加號按一下 再按進去你會見到呢 下方有一堆國內銀行的選擇 不過呢你不需要理會 你只需要看它上面呢 是有寫著Visa Master等等這些的保安的部分啦 那麼呢它是可以直接拍照 拍你那張的Visa或者Master的國際信用卡 實際的操作上 你只需要將畫面裡面那個方塊 插進去你那張信用卡那裡 它就會自動讀取到你的信用卡的號碼 不過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一般我也會認為呢 它已經是會再讀取我的名字啊 到期日等等 原來是不會的 它是需要你自己手動去填寫 不過也不要緊啦 都是很簡單的資料而已 填回自己信用卡上面的英文名字 之後呢就是到期日 然後呢就是三個數字的保險碼 另外呢下方那裡它就會問你 可不可以填到這個電郵地址 和你收單據的住址 其實呢都是選填的 我自己呢就只是填回一個電郵地址就算了 那麼大家覺得這個綁定的方法很簡單呢 坦白說都真的挺簡單的 其實有沒有我這條教學影片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 在其他的媒體裡面看幾張圖 都已經能夠明白了 不過有一些的資訊呢 我也想在這裡給大家 第一樣東西呢 其實我看了很多的一些相關的媒體提供的資訊 其實不是每一個媒體都有提到的 就是其實這個綁定香港信用卡 或者叫國際信用卡的服務呢 是會有機會有手續費 為什麼說有機會有手續費呢 因為如果你單筆的消費是少於200元的話 就不需要手續費 但是高於200元人民幣的話呢 就需要收取回你的手續費 而且這個單筆的手續費呢 也都不少的 那就要3% 另外一樣東西也值得注意的 就是最終它的匯率到底是給你哪一個匯率 其實呢本身申請了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是想嘗試在淘寶那裡去買一買東西 看看匯率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我隨便選一件商品想最負款的時候呢 見到如果是116.8人民幣的話呢 它就兌換是多少呢 那就是126.52港幣 計算匯率是0.923 其實匯率也算是挺漂亮的 不過當我去到下一步是要負款 不過當我去到下一步是要負款的時候呢 問題就出現了 它只可以讓我選親情卡又或者是帳戶的餘額而已 如果想選Visa這一張的國際信用卡的話呢 它顯示就說不支援 即是說 現時支付寶可以讓你綁定 國際的銀行信用卡 但是你去買淘寶呢 是不支援的 不過本身這個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本身買淘寶 你用香港的AlipageK 都是可以購買到的 所以我純粹就是一個測試性質 不過本身支付寶和淘寶是屬於同一個集團 而且兩者是非常緊密的 這一方面未開通的確是有點奇怪 暫時也沒有辦法回到內地 試一試綁定了國際信用卡之後的內地支付寶 到底使用情況是怎樣 希望完全無障礙 還有一點你也要記得 因為你是綁定了國內的銀行卡 你是可以隨時轉錢 到你的支付寶的餘額賬戶裡面 不過如果是信用卡的話 基本就不行的 不是用來這樣套現的方式 就放下去你的餘額賬戶 是每次消費的時候 直接扣這個信用卡的 今集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要發表 歡迎留言說說 希望今次這個教學雖然短 但是對你來說 需要在內地經常遊走 以及使用這個內地版支付寶 是有這些電子消費的需要的話 都能夠有用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給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戶型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體樓安排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 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進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 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靚盤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子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